已经停不下来了 找不到我们了 看不见我们了 看不见我们了 没事你们看得到她就可以了 她是谁呢 来 欢迎我们的冯提莫 哇 今天的提莫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是 冯公主 我觉得 今天是公主 今天的裙子也是非常的美 此时此刻 瞬间让我们觉得 做主持人也挺辛苦的 因为很难找到 更好的词道来去形容她们的美 形容不出来的 知道吗 因为其实 其实那个 提莫是很多人 也是心目中的女神嘛 然后 所以这次来到现场呢 可以看到她本人 也是非常的开心 之前见过她吗 没有 对 那你现在感触应该良多了 我现在对 我现在想要特别 希望等一下水友们 帮我们结个屏 然后 然后把照片发给我 然后我纪念一下 我跟她 我跟她每次我见到提莫 都会跟她合影 然后把之前的合影都摆在一起 然后所有人都说 哇 越来越美 越来越美 天哪 来 欢迎 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冯提莫 我的直播间是71017 你的直播间 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不敢说话 因为我们特别害怕 我怕说什么都错 我知道 所有的水友都会说 就是不要说话 我要看到你的提莫 对 我就觉得为什么空气突然淋过了呢 因为我感觉说什么 都不要说打咬了 问号 闭嘴 什么之类的 那这样吧 我把这个提问的机会给到你 反正你第一次见到她 对不对 见到自己的女神 来问一下 是 好好 那其实我今天代表着 正在收看直播的所有 所以我们问一下题目 今天就是 有没有准备什么样 惊喜的表演 等一下要送给他们呢 有呀 等会会演唱歌曲 对 演唱歌曲 沈杰杰 那今天其实来到现场呢 也是领奖嘛 获奖的心情 可不可以提前跟我们分享一下 提前分享获奖的心情 对啊 那肯定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非常的激动啊 然后很感谢斗鱼第一次颁奖 然后颁给了我 然后很荣幸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就是今天的衣服 很漂亮 是特别找设计师设计过的吗 应该是 两身 租的呀 租的呀 咱能不能不那么白 大白话 对 因为我想说 太实诚了 这么重要的场合 一般都会找一些 非常著名的设计师 设计一套非常合身的衣服 对 只是他通过维吻的方式 来告诉问题 对 就是穿什么都好看 他想保持低调 对 之前不是说要问我问题是那个 是的 我会问的 不要着急嘛 对不对 前不久呢 我们知道 提莫刚刚参加了 这个快乐大本营的录制 然后分享了一些趣事 我们现在也特别想知道 随着你越来越 事业越来越好 然后也越来越漂亮 我们特别希望呢 作为你的粉丝 18年可以看到你更多的计划 更多的改变 那么在这样一个 很大的盛典的现场 能不能也通过我们的这个镜头 先和大家分享 那么一丢丢 现在能分享的 对 我是觉得 那个2018年 那我肯定还是要继续 努力的直播 然后呢 在家玩玩游戏 是 然后呢 还是在家唱歌 然后户外直播 然后也会继续边走边唱的 因为要自己努力去进步嘛 然后就是在音乐方面的话呢 我是想 就是踏踏实实的一部 一个脚印 然后出更好的作品 带给大家 对 这样 然后最近呢 也会有新作品 然后请大家期待吧 一定要多多的支持 那我们唯一粉丝会担心的事情 就是那么多 不同的环节 那么多 你要准备去做的直播业务 很多 会不会身体 是不是小 你看你已经越来越瘦了 对 会不会下次见面 你就更瘦了 他们会担心啊 没有 我答应他们再增肥了 那可能因为摄像机 可能会把人给拉胖嘛 就是可能看上去会胖 所以这个 有的事情 还是要控制一下 自己的体重 你只要答应他们 就是一定要健康的 对 开开心心的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他们也会很开心 好的 是的 来 谢谢提摩 那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祝福您一半年越来越顺利 谢谢 先休息一下 慢一点慢一点 我们也期待今天晚上的表演 是 你说 年轻的网红太浮躁 我说 我的努力 你未必全部看到 追求自己的想要 赞扬 或者质疑 不用在意 我们唱着 我是主播 我是歌手 我努力 成为更好的自己 到底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留下足迹才美丽 风吹花 都没如雨 我是风吹墨 我希望不想分离 因为刚好遇见你 哇哦 恭喜提摩 恭喜提摩 有请你上海灵墙 让我们粉丝们 用提摩的口号 迎接他上海 好不好 天南地北 连这个 slogan都学会了 你也是提摩的粉丝吧 天王盖地虎 提摩一米五 太棒了 那当然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 提摩在一会儿 在结束的时候 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歌曲表演 是的 所以各位 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一起来期待 提摩 待会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好听的歌呢 好的 提摩拿起来自己的奖杯 好 提摩小心台阶 来到我们这边话筒前 来跟我们的粉丝分享两句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冯提默 你好 然后呢 站在这里 我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激动 然后还有一些感慨 因为我也算是斗鱼 一路成长过来 算是比较老牌的主播了吧 因为也快 直播快三年了 三年多了 然后呢 我是觉得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 我跟斗鱼都经历过不同的高低曲折 但是相同的是 我们都在越变越好 都在一起进步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情 感谢斗鱼 是我们 是斗鱼成为了我们成长的土壤 还有就是 感谢一路支持着我 陪伴着我的粉丝 还有水友观众们 因为是他们的支持和陪伴 然后才督促我的前进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谢谢 2018年就要 2018年来了嘛 然后呢 在这一年呢 我也会继续努力的直播 然后呢 用更好的直播 和更好的作品 带给大家 然后我们一起努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粉丝 也谢谢Timo Timo请台下 先稍事休息一下